记者蔡宗献屏东报道,因为在恒春半岛将香蕉皮丢出窗外,被询问还变称英国可以的外籍男子及其台湾女性友人,遭到网友态伐痛骂,外籍男Tom稍早透过影片道歉,强调没想到台湾的文化不一样,丢失果出窗外是不可接受的,如果我冒犯任何人或让任何人不满,我很抱歉。 Tom在影片中表示,我有两根香蕉吃完了,车子行进的时候,我打开窗户把香蕉皮丢出去,没有问我朋友也没有讲话,我丢之前没有想太多,我从英格兰来,在英格兰很多人把水果丢出窗外,因为可以分解,也是有机的。 天然的,所以丢到大自然没有关系,我很蠢的是,我没想到台湾的文化不一样。 他也强调,我是个佛教徒,我是个好人,我也不想让任何人生气,没想到丢水果出窗外会造成这么大的困扰,我从来不会乱丢垃圾。 我的影片中朋友也很难过,不要怪他,如果你们很生气,请接受我的道歉。 这起事件,是一名台湾女子及外籍男友人,在恒春半岛开车时,外籍男子直接将香蕉皮抛出车外。 气得当地无性居民询问,没想到两人竟称英国可以将香蕉皮丢出车外,整个过程往后被骂爆。